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静观奇变栏目,我是梓君 这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谈的是音乐这个话题 相信大家都已经体会过,我们听不同类型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有些音乐我们听完之后会觉得好放松好舒服 而有些音乐可能听完我们觉得好烦躁,或者是好抑鬱 我们人类对于音乐是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不知道那些动物,那些猫猫狗狗啊,他们听音乐又是什么感觉呢? 关于这个话题,美国有一个钢琴家 他就和一些宠物音乐的创作者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他说有一次他在家里弹钢琴,弹的是舒曼的钢琴曲 他那些狗当时就躺在钢琴旁边,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躺得很软 后来这个钢琴家,他就没有弹钢了,就开始唱歌 他一唱歌的时候,他的狗突然就吓醒了 而且咻一声,走不走地跑出了这个房间 可能这个钢琴家,他弹钢琴弹得很好听,但是唱歌就真的一样了 看到自己的狗仔这样的反应,他就不唱了,又继续弹回舒曼的钢琴曲 他那只狗一听到舒曼的钢琴曲,就马上回到钢琴旁边,乖乖地坐在那里听 看来这只狗都挺有音乐的感想力 另外在英国,有一位动物行为学的博士,他叫做威尔斯 他一直都想研究一下,那些宠物喜欢怎样的音乐 有一次他就对50只流浪狗做了一个实验 他放不同的声音给这些流浪狗听 包括是人类讲话的声音,还有不同类型的音乐 比如古典音乐,重金属音乐,还有流行音乐 他想看下流浪狗对这些不同类型的音乐会有怎样的反应 结果他发现,最容易让那些狗安静下来的是古典音乐 而重金属音乐就会令那些狗很激动,甚至有时会狂吠 对于人类讲话的声音和流行音乐,那些狗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在他发表了这一项研究发言之后 有不少的和动物相关的机构就开始重视古典音乐对于动物的影响了 他们会放一些古典音乐给那些狗来听,让他们舒缓压力 后来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 他们播放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巴克的音乐的时候 收到的效果就特别好 而且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令到专家觉得很惊奇的现象 我们知道平时那些狗在一起的时候,只要其中一只狗开始吠的话 其他的狗都会跟着吠的 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如果他们开始播放音乐给那些狗听 那些狗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 假如有一只狗开始吠的时候,听着音乐的其他狗是不会跟着它吠的,很安静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放着音乐,那些狗肥肥少了 所以来参观这些狗的人,就愿意在那里多些停留 这样一连串的效果就是,那些狗被人领养的机会就增加了很多 其实音乐不单止对人和动物可以起到不同的效果 对植物它是有影响的 现在很多人就采取了放音乐给植物听这个方法,来帮助植物去生长 这个听起身,好像跟放音乐给奶牛听,可以帮奶牛产多些奶 我想到你应该是一样的 放音乐给植物听这种做法,开始流行的时候,是因为有一本书出版了 这本书叫做《音乐与植物的声音》,是1973年发行的 本书的作者叫做多罗西·雷塔拉克 在他的书里,多罗西详细地介绍了他在美国丹佛的科罗拉多女子学院进行的一些实验 多罗西在不同的房间都放置了植物 然后通过播放不同类型的声音或者音乐给植物听 记录下他们每一天的生长情况 多罗西他记录到的结果,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们来看看他的几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是在三个不同的房间进行的 第一个房间就放一段比较肯定的曲调 每日连续放8个钟 第二个房间,这个曲调就不是连续放的 是间歇地放3个钟 而第三个房间就什么音乐都没有 多罗西就发现 在第一个房间里的植物 也就是每一天要听8个钟 连续播放的音乐的这些植物 它们竟然在14天之内 相计地全部死光 而第二个房间的植物 也就是每日间歇地听3个钟音乐的植物 就生得非常健康 它们比起第三个房间 也就是什么音乐都没有放的那个房间 那里的植物都生长得更好 多罗西的这个实验 就和19世纪40年代 有一间叫穆扎克公司做的一个实验 结果很相似 这间公司当时搞了一个叫做 背景音乐会被工人带给什么影响的实验 它们的测试结果就是 在工人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连续播放背景音乐的话 就比起不播放背景音乐的工人 会更加容易疲劳 而且他们的工作效率更加低 但是如果他们每日 只是放几个钟的音乐 而且是分成几次来放的话 那工人的工作效率就会高很多 而且做起来更加专心 从这两个实验 我们都可以看到 音乐是不适合长时间连续播放的 有时我们看到在大型的购物中心 他们的商场 从一开门开始就放音乐 一直放到关门 那在里面的员工 可能真的会更加容易觉得疲劳 我们再来看看多罗西的第二个试验 第二个试验是测试 哪一类型的音乐会影响植物的生长 多罗西在两个环境完全相同的房间里面 分别放了一部收音机 一个房间的收音机就调到了当地的一个摇滚电台 而另一个房间的收音机就调到了一个播放舒缓音乐的电台 每一个房间每日都是间歇地放三个钟的音乐 到了第五日 多罗西就发现 在播放舒缓音乐的那个房间里面 那些植物看起身很健康 而且在他们的顶部已经微微地向着收音机的方向弯曲 而在另外开着摇滚音乐电台的那个房间 那些植物的叶生得有大有小 有些已经开始发育不良了 而到了两个星期之后 听着舒缓音乐电台的那个房间的植物 生得大小很均匀很茂密 而且颜色是翠绿色的 这些植物的顶部 都是向着收音机的方向倾斜了15到20度 就好像我们人把头伸过去听音乐那样 而在另外一个听摇滚音乐电台的房间 那些植物是生得很高 但是已经开始跌下来了 那些花的颜色也都开始退色 而且所有的植物好像都是想远离收音机那样 到了第16日 摇滚音乐的房间里面 大部分的植物都死了 但是另外一个听舒缓音乐的房间 那些植物就越生越漂亮 看来那些植物都不喜欢摇滚音乐 多罗西做的第三个实验 就是将各种不同的音乐播给那些植物听 他就发现 对于植物的生长最有帮助的音乐 就是舒缓积极的音乐 譬如古老的古典音乐 好像巴克·莫萨特的作品 另外还有某些风格的世界音乐 比如说印度的斯塔音乐等等 他说这些音乐对于植物的生长 都很有积极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样的音乐是具有正能量的 同时他也发现了 那些植物不喜欢那种 刺耳的、很沉重的、很愤怒的 或者是不和谐的声音 比如摇滚乐 或者一些不和谐的现代古典音乐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奥地利作曲家阿洛德斯因伯格的作品 就好像不太适宜植物的生长了 他认为这些音乐都是属于负名的音乐 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它们 另外他还发现 好像乡村音乐那样是属于中性音乐 就是说他们对植物的生长 没有正面的作用 也没有负面的作用 多罗西他做的这些实验 可能并不是属于很严谨的科学实验 但是在他的实验里面出现的一些现象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可能会有人说 那些植物他们又没有耳朵 在生物学上 他也没有充当听角装自己的结构 他们怎么可能会听到音乐呢? 那我们就要讲到植物的感官功能这个问题了 其实科学家很早就发现了植物是有感官功能的 在184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观点 当时有一个叫古斯塔夫·废希纳的实验心理学家 他就提出了植物是有感知能力的 后来有一位物理学家博士 他同时也是一个植物学家 但他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 他发明了一种仪器 用这种仪器来测量植物对于各种刺激的反应 为了令他自己的研究更精密 他还做了一部自动记录仪 去记录那些植物很小很小的各种运动状态 博士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发现那些植物在受伤的时候 是会在战斗的 博士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植物的感知能力 后来他的一个朋友也都亲眼目睹了一场演示 他见到把白菜放在煮滚的水里面的时候 那些白菜是出现了抽搐的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克莱夫巴斯特 他是在美国中情局工作的 他的工作就是用一些测方仪来进行招工检验 通过了这个测方仪的人才可以列入合格的名单 我们知道这个测方仪他是根据人的皮肤里面的电阻变化来画出图形 然后再根据这个图形来分析这个人的情绪变化 巴斯特对测方仪很有兴趣 所以他后来就辞了政府的工 开始专门从事测方仪的研究 在1966年的2月2日 在他纽约的实验室里面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 而这一日就成为了巴斯特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巴斯特的实验室里面有一棵植物叫做牛舌兰 在那天的早上 巴斯特因为之前在实验室那里熬了一个通宵 他觉得要休息一下 就很不意地走到这棵牛舌兰的花前面 突然间他的脑里面就有个灵感 他想如果我将一些测方仪摘在这棵牛舌兰花上面 会看到些什么呢? 于是他就将测方仪的两极夹在这棵牛舌兰植物上面 当时在测方仪上面出现的波形就吓了他一跳 因为这个波形是出现了巨齿状 表示是很活跃的 这个骨子状就和人类在接受测方仪的检测的时候 因为怕自己的想法被人看到 而产生的那种恐惧的波形非常相似 就是说在这棵牛舌兰上面出现的波形 和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波形是很类似的 于是巴斯特就发现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虽然它们没有嘴或者没有四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 即使是没有智慧的思维 但是植物也会有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 他当时就拿着一杯热咖啡 量度来量度去 搞尽脑汁想想想 如何令这棵植物感受到恐惧和不安呢 因为他想试试 嚇一下植物看看它们是什么反应 于是乎 他就把一棵牛舌兰的叶 拔过来放在一些热咖啡里面 不过 測方仪的曲线就好像没有太大的波动 可能牛舌兰不怕热吧 这个时候 他的脑里面又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 他说 咦 我拿点火去烧一下那块叶 看看有什么反应 都没等他做 他这样一想 測方仪的指针 立刻就做出了一个很剧烈的反应 一下子的指针就走到了尽头 这个就真的得人怕了 因为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说明了 他都没做 但是植物已经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也就是说植物比我们人类更加厉害 之后 巴斯特的助手就来上班了 巴斯特他见到那么多他从未想过的现象 就立刻把他看到的东西 告诉他的助手 他的助手又做了类似的实验 而得出来的又是相同的结果 后来 为了令到那些试验更加严谨 巴斯特和他的助手 就反复做了很多次的实验 但是奇怪的是 有时会成功 有时的植物就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两个有时想握一下植物 但是他们发现 这一棵牛舌蓝是有智能的 他可以分辨得到 这两个人 什么时候是真的 什么时候是假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他知道 这两个人在这裏 扮东西的时候 他就没有反应 那就不得了了 那是说明了植物是有感官功能的 而且在某些方面 比我们人类都更加厉害 我们人经常都说 知人口面不知心 有时还会被人骗了 而植物虽然他们不懂说话 也都没有耳朵 但是他们好像有独心术那样 分得清真真假假 真是大开眼界呀 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音乐的话题 今天我们谈了不同类型的音乐 对于动物 还有植物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很多实验都表明 古典音乐对于生物的影响是最好的 带来的都是健康和积极向上的作用 有人就总结了听古典音乐的一些好处 比如说 古典音乐可以医病 可以促进胎儿的发育 可以激发幼儿的智力 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还有可以提高奶牛的产量 还有一件事我们没想过的就是 在餐饮业发现 古典音乐还可以促销 古典音乐促销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原来有调查发现 如果在一间餐厅里播放古典音乐的话 那些食客是愿意花多些钱的 因为古典音乐它有内涵在那里 那些人听到的时候就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心情也都很愉悦 所以大家就愿意去花多些钱 比如说点个开胃菜呀 吃个甜品呀 这样 但是如果那间餐厅播放的是流行音乐 或者不播放音乐的话 那些食客的消费就明显减少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去到餐厅吃饭 发现个老板没有放古典音乐 你可以推荐他看下我们的期节目 你说了给老板知道这个这么好的 找多些钱的招 老板可能会打折给你的 好了观众朋友 今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 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令到更多的人看到 我是梓君 我们下期再见 在别的哪里 最高的字幕上想看 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